欢迎继续回到修方点题节目 在穿越剧《步步惊心》里 及万千宠爱于一生的若曦呢 现实生活中也因为这出戏 让刘诗诗尝到了众星拱月 声明大噪的滋味 25岁的刘诗诗从小学芭蕾 一心要当个舞蹈老师 却无心插柳进了演艺圈 出道8年 气质清新 表现中规中矩 不过这一回呢 他演活了《步步惊心》里面的角色 连续两年登上了大陆 四小花旦的宝座 可以预期刘诗诗的戏路 变得更宽广 也要尝试更多的可能 八旗女子马尔泰若曦 从18世纪的清朝后宫穿越时空 回到21世纪的现代生活 演员刘诗诗翻身爆红 名利双收 两岸粉丝追逐 微博暴增500万人 打败强敌甄嬛 勇夺最受欢迎女主角奖 晋升大陆四小花旦 两度来台宣传 人气天差地别 一月底的这场见面会 粉丝凌晨4点就来卡位 我会继续努力的 就像一次来是已经好像三四年前的事了 那下一次来又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那就觉得这一次就一定要赶来 不然我们就要跑去大陆看了 25岁的刘诗诗 出生在回族家庭 父母都是工厂工人 6岁学芭蕾 立志当舞蹈老师 不过命运之神自有安排 17岁那年 电视剧月影风和到学校选角 原本只是凑热闹 没想到雀屏中选 误打误撞开启了演艺之路 只是出道八年 刘诗诗表现平平 多接古装戏 小家碧玉 直到两年前 穿越剧步步惊心大放异彩 攀上事业高峰 戏约代言接不完 戏里戏外拼命十三妹 终于病倒片场 他就觉得他已经 出土来远 然后觉得想快要晕倒了 很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和祝福 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大病出狱 大红大紫 也让诗诗感触良多 感激母亲一路支持 他是跟着我 因为很小嘛 他就全程跟着我 那就是我几点起 几点睡 他都比我早 然后睡得也比我晚 然后照顾我的起居 当时不觉得有什么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 我会发脾气的时候 但是我心里都明白 都明白你是对我好 私底下的刘诗诗 男孩子气沉迷线上游戏 小的时候 有时候玩 冲动的吗 然后我会让我爸帮我 淘汰三十条命的那种 然后有无限失明的那种 也热衷少女漫画 来台大手笔购买全套 穿越剧漫画 更自称流吃吃 热爱美食成吃 都说语迷惑天下无敌 三五三五五 不过是人头猪脑 新作品宣元剑 饰演刁蛮任性又俏皮的大漠公主 化身时尚咖 刘诗诗也尺度全开 性感破表 而下一部传出要跟仔仔周云鸣 合拍台湾电影 看来刘诗诗不止纵横古今 更有企图心 要成为千面女郎